新庄龙凤公园在丹凤高中的对面 公园里的儿童游戏场经过大整修之后 以勇闯冒险岛为主题全新开放 里头有溜滑梯、攀爬、沙桌以及沙坑设施 还有大型的原木攀爬架 提供小朋友更多元的游乐体验 小朋友来到冒险岛开起冒险 在新庄最大的公园里尽情追逐 这里是新庄龙凤公园 经过大整修成为大朋友小朋友 都可以融入的新乐园 议会辅会的合作才可以让地方的建设 做得非常好 大人非常谢谢我们在地的立场 把大家的鼓作会 还有我们的这个节奏联盟一起帮忙 加上在地孩童都一起来讨论 市府团队跟着一起做 终于把这个很大的 我们南新庄最大的公园 这个特色公园就把它建设起来 希望我们每一个地方 都可以找到一个特色 让我们一百多个公园 都有不同的游具 小孩生了这儿 可以去百里边走 到处去看一看 这就是展现台湾的活力 黑河先帝环境 用纯手工打造的传型游具 带领小朋友航向冒险岛 不管是六滑梯 攀爬 沙桌以及沙坑 设备新颖 小朋友玩的不亦乐乎 每一个公园都有它的特色 让我们都喜欢来 然后不仅是小朋友 大朋友也能当这儿 姐姐你也能当去那儿运动 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融入 那这就是我们市政府的用心 然后谢谢我们 我相信我们在地 我们所有的议员们 在议会我们都努力在争取 所以说立场你如果有需要 我们绝对都全力以赴 把我们交代 我们的记忆都清楚 我们的府市长赢好 我们市长都会给我们支持 这里还有百当大索 鸟巢鞦韆 以及三人悬吊旋转邮剧 全都是一般公园 看不到的特色邮剧 这样啊这个小朋友 来慢一点慢一点 那个小朋友可以吗 你要不要紧张 龙凤公园的冒险岛 提供精彩的秀气空间 跟游戏体验 是男新装很受欢迎的 亲子乐园 来到这里欢笑不断 小朋友在冒险中 运动的肢体也舒掌了身心 记者光建凯新装采访报导 游戏完